一年前 蓝与黑鹰直升机飞胺事故 再次凸显原乡离岛地区医疗资源的不足 缩减族群健康不平等 卫福部制定原住民族健康法 要来挽救崩坏中的原民健康权 立法院新会期 时代力量将原住民族健康法 纳入十大优先法案 是否能加速立法进程 看见原住民族健康正义 请锁定本周六晚上八点的 部落大小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